热情的服务态度 殿堂级的华丽 超过百款的美食 Super Buffet是你家庭欢聚 生日派对 吃几聚餐的首选 星期五六日晚餐特别推出 新鲜龙虾和生蚝 星期二特价午餐 7块9毛9 晚餐13块9毛9 生日大餐 四位同行 一位免费 星期五小童八岁以下 任吃晚餐免费 周末更推出超级海鲜自助餐 Super Buffet地址 1221 Markham Road Elsme 以北 定做热线C62897788 安省省闻运气好 再有人独得 2100万LoktoMax大奖 原住民社区生活环境差 和大部分的国民相比 为天渊之别 北约凶杂巴基斯坦 军事检查站 造成28人死亡 巴基斯坦封锁补给线 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收看 11月26号星期六的晚间新闻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 本地方面的消息 多伦多警方发布的消息称 昨晚9点左右 在Western Road西面的 Albion Road发生枪击案 一名20岁男子腹部中两枪 被送往附近的森林医院抢救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是今日锁定19岁的男性疑犯 同时呼吁市民 该疑犯藏有武器 是危险人物 市民如果有疑犯的消息 要立即通知警方 尽量不要接近他 转体另一只消息 昨晚开奖的LoktoMax 头奖奖金为2100万 而中奖的彩票 是在安省的巴里地区收出的 这次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星期 有安省居民中LoktoMax 头奖 上个星期 一对来自安省奥沙华的夫妇 赢得了5000万的大奖 此外同样都在昨晚开奖的Anchor 10万100万加元的大奖 中奖的彩票 亦都是在奥沙华收出的 看来安省省民最近的手气 的确不错的 多伦多公车局主席Karen Stins 昨晚表示 公车局已经尽力避免车票加价 大市民要做好心理准备 公车局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的14号 开会讨论明年每张车票加价 为了响应市民福特要市府各个部门 削减开支一成的要求 TTC星期四已经公布 削减62条巴士路线的服务决定 安省政府会为公车局 撥款9100万元 作为支持2010至2011 财政年度的公车营运费用 大TTC主席表示 省府对公车局的撥款不足够 这个周末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去到多伦多市中心的市民就要注意 多伦多公车局发表公告说 禁于需要调节路轨 以及进行相关的改进 这个周末 由Bluwer至Danforth的地铁线 不会经过悲站 乘客需要在苗斯人站转车 这个周末 由Keepling开出的东行列车 以及由Kennedy开出的西行列车 都会在苗斯人站停车截返 所有乘客都需要下车 再转乘巴士去到其他各个地铁站 公车局会派出工作人员 在苗斯人站协助乘客转车 地铁服务将会在星期一早上的6点 全面恢复正常 省长麦坚迪 今天再次就有关自己将会竞逐 联邦自由党党党魁一职的传闻 作出回应 麦坚迪强调 自己对联邦自由党党魁一职 并无兴趣 有关麦坚迪将会竞逐 联邦自由党党魁一职的传闻 近日急剧升温 原因是麦坚迪的弟弟 身为自由党国会议员的David McKinney表示 因为哥哥连续三次赢得省选 可能会是联邦自由党 寻求他加入的一个原因 但麦坚迪对这个猜测就不止可否 他说他热爱这个国家 但他只是想专注于安省和安省自由党 麦坚迪在过去几个星期 先后几次否认了自己 竞逐联邦自由党党魁一职的传闻 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本国的国民基本上 可以说是过着风衣触食的生活 但就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些原住民社区 他们的生活环境 和大部分的国民相比 就有天怨之别 这里不是柬埔寨 也不是老窝 这里就是我们本国的原住民社区 原住民保护区里面的数千名居民 居住在没有室内水管 供卵系统和抽水马桶的房屋里面 距离只可以依赖户外的水桶 和公共水站提供水源 另外大约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区的水利系统 存在着缺陷 可能为当地的环境 健康和安全带来威胁 住宅方面 大多数原住民区的房屋都能够失收 而且非常凄逼 很多学生都只可以在移动教室 组成的学校里面学习 本国政府官员承认 原住民的生存环境 和其他国人相比 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虽然本国政府在2006年以来 已经拨款数十亿家园 改善原住民社区的房屋和饮水问题 但是这些资金 仍然不足以满足原住民的需求 很多审计人员就指责政府 没有制定有效的措施 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 审计人员还指出 本国政府在批准撥款之前 需要原住民社区 赞写很多繁琐的报告 而且即使完成了报告 社区也都需要等几个月 才可以得到答复 部份人就呼吁本国慈善机构 将注意力从第三国家 转移到本国的原住民身上 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 和很多第三国家的难民 一样那么恶劣 WOW TV 巡逸报道 接下来来看看本国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北约今天对巴基斯坦西北部军事检查站 发动凶杂 造成多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人员丧生 巴基斯坦安全部队随即封锁了 北约通往亚富汗的捕级线 北约空袭后 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先后封锁了 北约途径多尔哈姆 和杰曼两座边境检查站 通往亚富汗的捕级线 北约武装直升机 今天对巴基斯坦西北部 默克曼德特区的一座检查站 发动凶击 造成包括两名官员在内的 28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人员死亡 另外有大约15人受伤 巴基斯坦总理格拉尼 强烈谴责北约空袭 说袭击是对巴基斯坦主权的侵犯 据悉 北约目前向阿富汗运输的捕级中 大约近七成需要通过巴基斯坦的陆路运输 这些捕级线 为超过14万名的北约士兵提供捕级 也门副总统哈迪今天宣布 将会于明年2月21日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哈迪是根据之前要求前总统 薩利克辞职的法令作出这个决定 亚门大选原定在2013年举行 亚门民众举行抗议示威之后 前总统薩利克16号被逼下台 结束了长达33年的统治 关注一下埃及的局势 今天又有一名示威民众 在同警方的冲突中死亡 打断了开罗持续了两天的平静 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 昨天正式任命前总理 占祖利担任新总理 埃及示威民众表示反对 为抗议占祖利的任命案 他们离开示威中心阵地解放广场 转移到附近的内阁总部附近 堵塞了内阁总部的入口 埃及安全部队今天 向钉石头的抗议者发射催泪弹 一架保安车压过了一名示威者之后 最少有一人死亡 动乱发生的时候 埃及正在准备 星期一开始举行的议会选举 今次是穆巴拉克总统2月份辞职以来 埃及举行的首次投票 安全部队同抗议者 昨天在阿力山大发生冲突 上星期埃及各地至少有42人 在同抗议有关的冲突中死亡 WELL TV 长腰报道 东部时间今天上午10点02分 美国核动力火车火星探测器 好奇号 搭乘一枚亚特拉斯5型火箭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卡纳维尼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作为新一代的火星探测器 好奇号重达一吨左右 体积相当于一架小型房车 是至今设计最为精密的火星探测器 和美国航天局之前发射的机遇号 和勇气号相比 好奇号不单止攜带的设施更加多 更加先进 而且具有更强的火星表面连续行驶的能力 根据位于加州 帕萨迪纳的美国航天局 喷射推进实验室介绍 好奇号耗资25亿美元 使用寿命为两年 主要使命在于探索火星过去 或者现在 有没有存在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 根据美国航天局的计划 好奇号将会在明年8月6日 着陆于火星 盖尔尹坑中心的山幽脚下 对红色星球进行一个火星年 大约是687个地球日的探索活动 WOW TV 巡舀报道 美国NBA球迷在这个感恩节 收到一个意外的大礼 在各方努力之下 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谈判 今天凌晨 NBA劳资双方终于达成了复赛的协议 在今天凌晨举行的这场发布会上 在NBA停办的第149天 劳资双方宣布 这次NBA历史上第二场的停办事件 即将会结束 一个66场比赛的NBA赛季 将会在今年圣诞节再次开罗 引起今次停办最大的分歧 是在劳资双方收益比例的分配问题上 期间传媒透露称 新的收益比例将会基本依照5分成 球员的收益比例将不会低于4.9 而且不会高于5.1 之前球员收益占57% 据称新的劳资协议为期10年 在执行6年之后 双方都有机会跳出目前的协议 不换言之 即使劳资双方不满意目前的协议 下一次的谈判也至少要去到2017年 目前新的协议还需要劳资双方各自投票 获得多数才能够通过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的中港台环节会为你报道 唐英年今日视察深水埗后 正式宣布参选下界特首 而另一个热门人选梁振英 就将会在明天宣布参选 区议会选举接连发现华尔中票事件 警务处处长曾卫成青 曾卫红青 会抽调人手专质处理 维护选举的联结 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样一来 他们参与作案的演员就更加大了 已经死者头部受到多处打击 导致面穿悲 足以见兇手的残留 是不以深仇大恨 令兇手落此独守呢 热爱年首恋极其残忍 根据我各个刑法 232条规定 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